房地产买家和卖家在挑选房屋经济前 能先上网查看经济的所有交易记录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的房地产经济交易记录 现在将收录过去24个月 一名经济的所有私宅和组屋交易记录 有别于过去只收录组屋转售交易的做法 客户现在可登陆房地产代理理事会的网站 查看房屋经济过去两年内完成的所有房地产交易记录 包括买卖和租赁交易 完成日期房地产所在地区 经济代表的是买方卖方租户或屋主等资料 理事会每个月会更新信息 两年以上的交易记录 则可以通过政府数据网站查询 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杰豪 在Facebook贴文表示赞赏 认为随着透明度的增加 客户在做出重大决定时能够更加的放心 房地产经济交易记录是在2018年推出的 房地产行业转型蓝图下的措施之一 2019年1月推出的第一阶段 只收入组屋转售交易记录